大家好,我是阿飞 今天回到了老家附近的一个小村子 这位置的名字叫起栽 是不是很奇怪的名字 今天要去摘我们这边有一种野果 我们这边叫塔枝 塔枝或塔枝之类的 学名的叫黑枣 野生的小黑枣 还有呢,去看看山山丽的野荔枝 还激素类的东西都熟了没有 反正今天呢,就带大家进山摘黑枣 柿子树,上面有很多的小柿子 好小的柿子 啊对,今天的妈妈跟着一起来的 要去的山面有点远,还在那前面 这边有很多的瓜 很多的瓜 这个 我们本地叫角丝瓜这东西 这个 这个 A8是用来喂猪 还有那个 食用里面的那个瓜子 有挺多的这种瓜 上面还有一个柿子树 好,结果好多呀 这种瓜呢,路边田边很多的都种了喂猪的 还有这个造型的 还有这个造型的 颜色不一样 想不想西瓜 太多了 一个一个的接着的 哇,你看 好多呀 这种 嫩的那种是可以炒吃的 有一只公母就长得很像的鸡 毛色发亮的公鸡 看上去就很好吃了 看上去 云菜很漂亮 哇,这个云菜 感觉就是被美颜过的 就很那种 怎么说呢 我说不来 反正就 很柔和的感觉啊 就像个某个皮的云彩 这些云彩真的特别奇怪 格外好看 这边的树好像大了一点 马上就到 就到那个目的地了 没错 没错 我的山啊 现在已经可以看到野生的 那个黑枣树了 看那棵 那棵 那棵 这里有一棵 枝头已经 那个倒下来的黑枣 它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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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是更像那个 微型的柿子 我们要摘它回去呢 一个人是吃 另外一个呢 是用来那个 种树苗 用做那个 用来嫁接 狮子树的幼苗 就是用它的种子来 那个 炸鸡的 那里面有很多籽 肯定要再晒晒才好吃 现在呢 不是特别的甜 啊 除了那个 什么 黑枣树呢 还有这个 激素子树 最上面呢 红色的就是 野果 待会呢 我爬上树 给大家看看啊 这个树有点高 看到没有 好像觉得红个红个的 个子还挺大的 有些被砍了倒下来的都有 就是这个 拿回去晒一晒你就会 就会熟了 现在呢 还不能吃啊 看 就是其实有点像那种 微型的 微型的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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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带大家走近点看看这颗 激素指数 哎 看 哎这个不行了 算摘一个吧 地上掉了好多呀 看 看 这是地上掉的 熟透了 它就会掉下来 腻下来 腻开给大家看看 这是 这是什么呢 这是野果 也叫 野荔枝 里面是吸吸的 这果肉你就可以吃了 但是里面有籽 籽有点多 所以呢 口感会不太好 哇 好多 你看 这些 全掉地上 嗯 这个挺甜的 非常甜 有的那不是怎么不怎么甜 那这颗还挺甜的 很多的籽 甜甜的然后也有果香味的 那果肉呢会 粘连在那个 那个 它的籽上 所以 吃起来的那个 口感呢 就不太好 就是 第一印象呢就是 挺多的籽的 那最可能就是激素的树 现在呢 我们要爬上去 爬上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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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我们看到一些红点 红点的就是激素者 然后现在呢 我刚好爬到了这个树叉上 那我得爬去那个树叉上 然后去摘 前面那里 啊前面那里的 还有那里 那个位置更多 但是我们就要担心的是 不要摔下去啊 因为还挺高的 我爬到了这根 最细的这根树叉上 从那边过来的 抬头就可以看到 好多椅子 红色的 面前这一堆 还有这边这边 是吧 结果还挺多的 就是有点高 这一高 把这 这一个 这次拉过来啊 有点高 没有 有点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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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不是还挺多的 拉一只过来就可以摘很多 断掉了断掉了 这一只 刘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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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多的整棵树都是啊 这一片山从这个位置一直延伸到上面都是我的山 我有很多的山羊梅的果园呢只是其中的一部分 这些山其实也是我的 所以说这些树呢也是我的 这些山羊梅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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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这可能还有点绿 小真的挺多的但是前面不太好够啊 而且安全第一 所以我现在呢就摘了一包包就下去了 最后呢就摘了这么点 其实呢还可以摘很多 但是我不想摘了 因为吃不下多少的 这就尝个味道怀念一下小时候的味道 就因为小时候呢水果有点少能吃到的水果不多 所以呢摘摘一点尝尝味道 实际这么多呢也够我们吃了 剩下呢就不摘了留给小动物吃吧 我们去摘黑枣 我们去摘黑枣 看随便之间就是黑枣黑枣黑枣 黑枣黑枣 我得把它构下来有点高 然后这树呢有点细了 它也长在那个树尖子上 看这个位置呢就刚好能够得到 这个给大家自己看看是什么 下一下以后呢就会 就更好吃的啊 虽然肉很少 虽然肉很少 摘起给大家看看 看 这个好看吧 微型的柿子 想不想 其实 跟柿子应该就是天气啊 哇 这颗 结果好多呀 这种 带黑色就可以吃了 拿回家晒一晒 晒一晒全都变黑呢就 甜甜的 好 摘满一篮子 然后就回家了 这么多应该又够吃 然后又够重了 都甚至都用不完了 虽然这边还 还很多啊 下去 好 吃 是 吃 是 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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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